自4月11日起 全市中小学阶段学校 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除外 暂停线下教学 采取线上教学 高三年级有住宿条件的 在校实施全封闭管理 没有住宿条件的居家开展线上教学 幼儿园停止幼儿入园 校外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 托管机构暂停服务 高等院校实施封闭管理 学生非必要不理校 教职员工加校两点一线 同时加大核酸检测的评施 原定4月11日开始的 广州中考体育考试暂停 具体考试时间另行通知 以上安排暂定时时日 4月17日24时日 后续安排将是疫情变化情况 及时做出调整 并向社会发布 未经许可反显方式 未经许可反显方式